大家都知道哈尔滨非常火爆 但是想不到这么火爆 黑龙江文旅听发布新年感谢信 在信中介绍到2023年里 接待国内游客超过了2.1亿人次 而且旅游收入高达2215.3亿元 不愧是颇天的富贵 哈尔滨稳稳地接住了 如果你还没去哈尔滨的话 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在媒体上看见过哈尔滨的冰雕 不仅是晶莹剔透 而且高大雄伟 这是雕刻师傅夜以继日 丝毫不敢松懈地在工作 才能呈现出这么有艺术感的作品 如果你是南方游客 没看见过雪花 没关系 哈尔滨的雪为你铺满大街 哈尔滨的雾松都可以为你实现 哈尔滨的滑雪场真的有帅哥教练 这就不信你还不心动 不是欧洲去不起 而是哈耀制场更有性价比 这里可以说是东方卢浮宫都不为过 完全就是欧洲风格 不管是外式模样还是内式颜色 那都是顶级奢华 不夸张地说 这就是豪气 在冰雪大世界玩累了的话 这个摩天轮就必不可少的 吃着东北美食 看着人来人往和奇形怪状的建筑 那种尽收眼底的美 可是用言语都无法描述出来的 这难道不是童话故事里的先进吗 阳台音乐是哈尔滨必不可少的浪漫 似乎这就是出现在电影里的画面 爱你的人为你点上一首告白的音乐 在众人面前演奏 这不是万千少女心里所想吗 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 从来不缺热情 一起玩游戏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尽情摇摆 还记得在舞台上那个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的手机壁纸吗 还记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的场景吗 还记得在舞台上为了促进南北友好关系而相亲吗 如今的哈尔滨已经如此火爆 等到2024年的年底 亚东会来到的时候 那岂不是更加难以想象会是怎样的场面呢 甚至很多外国友人都已经前往哈尔滨旅游了 来看一看中国北京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地方 之前冰雪世界的大滑梯事件 因为很多游客排队也玩不了大滑梯的情况 这就引起群众不满意 并且提议退票 虽然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那也是哈尔滨免费的项目 毕竟冰雪大世界是为了让大家观看冰雕的 大滑梯只是辅助项目 是谁也想不到哈尔滨还弄了一个冰封玫瑰 这是独属于哈尔滨的浪漫吗 永不凋零的爱只为你 所以南方游客们赶紧来拍照打卡 不然又要等一年了 最后就是回家之前一定要看的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里面的气氛和外面的快乐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 之前的幸福和开心是建立在先辈们的鲜血上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 铭记历史才能底力向前 这个冬天总要去哈尔滨一次吧 青春无价享受再说